為了要制衡中國發展更多的海上霸權 來看到這一次日本最大的航空母艦 加賀號正式服役了 這個加賀號包括在二戰時間 跟現在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十日期緩緩上升 宣告船艦由造船艦 轉交給防衛省自衛隊 排水量高達1.95萬噸 全長248公尺的加賀號護衛艦 22號正式下水服役 加賀號和同行的出運號 同樣是目前日本最大的 準航母及護衛艦 造價大約1200億日元 相當於台幣331億 艦上可以搭載14架以上的直升機 並提供最新型的羽音運輸機起降 日本防衛省表示 這是因為中國近年來 潛艦性能提升越來越難預測 認為有必要採取隱隱措施 加賀號正未來將部署到 廣島縣無視的第四護衛隊群 預計在離島防衛 以及國際人道救援等活動上 可以擔任海上的指揮中枢 大大提升日本的防衛和救災能力 好 其實軍事民應該都會覺得說 到底是護衛艦還是航空母艦 這效果要跟大家講清楚 也許也可以叫護衛艦 也可以叫航空母艦 重點是這個加賀號 真的是日本現在最大最新 就是要嚇走中國最厲害的武器 好 我們跟各位觀眾朋友 介紹過很多次 海上自衛隊 它基本上是分四大護衛群 就是佐世保護衛群 然後武赫護衛群 然後橫須赫護衛群 跟那個就是無護衛群 這四個護衛群 這四個護衛群 是日本的海上自衛隊主要的兵力 分別屬於四個這個護衛艦隊 那這個四個護衛艦隊裡面 每一個護衛艦隊有八艘船 那我們講過八艘船 有一艘是這樣的直升機護衛艦 兩艘防空的護衛艦 然後五艘一般的護衛艦 這個搭載很多直升機的 對 這個直升機護衛艦 其實我們在過去看到海上自衛隊 就先後照過了這個兩級的直升機護衛艦 白跟幾跟前面的這個比那個 另外一種那個護衛艦 那當時的直升機護衛艦 它的那個船身 其實前面跟一般的這個 那個驅逐艦很類似 它有兩個砲塔 然後一個大大上層結構 後面才有一個直升機甲板 可以讓兩架直升機同時起降 但是我們知道 這種有上層結構的這種船 在直升機操作的時候 其實會給後面起降直升機 帶來很多那個不穩定的這個情況 所以後來美國 那個日本 他們在這四艘這個直升機護衛艦 先後開始到達這個服役受限的時候 就分別建造日向級跟這個初雲級 來替換他們 當然啦 初雲級這兩艘 初雲跟嘉賀 其實對這個中華民族來講 這個兩個艘船的名稱 其實是頗為刺耳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初雲號 那當然在那個日本對華戰爭中 他是第三艦隊的旗艦 就擺在那個黃浦江裡面 打過中國 然後對著那個當時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軍 進行這個炮轟 我們在進行這個813 這個上海松戶戰役的時候 就直接拿炮轟我們這個國軍隊 那時候呢 他是初雲號 那是183 那第八次呢 是那個嘉賀號 那當然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船本身 你看日向級護衛艦 他是日本全通飛行甲板的護衛艦的第一艘 他的那個姐妹艦叫伊士 其實當年也是這個戰艦的名稱 然後他這個日向級的護衛艦 我曾經有登上去過 他這個護衛艦 你看他的飛行甲板 有四個直升機起降點 所以他可以讓四架直升機同時起降 對 然後那初雲號呢 比那個日向日向號呢 放大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初雲級的這個護衛艦 他上面有一二三四五 五個直升機起降點 對 他可以讓五架直升機同時起降 那當然你說 這樣的這個作業能力 跟過去我們剛剛講到的白根級 以及他的前面的 那一級的直升機護衛艦 一次呢 最多兩架直升機同時起降 操作能量當然大的非常的多 對 那其實你看不管是日向級跟初雲級 他其實都配備了日本海上自衛隊 他們為那個 他們那個作戰艦艇所研發的一個 作戰指揮系統 FCS-3 這樣一個作戰指揮系統 所以他這個船在日向級上面 甚至你看 他除了船艦首的方針快炮之外 他其實在這個位置 還裝有那個 那個艦隊空的海麻雀的防空飛彈 然後呢 他這個船上面甚至還裝有聲納 也就是說 他本身可以說是一個 反潛直升機操作 那個母艦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他裡面 又就有自己本身就有那個 聲納系統可以找海下的這個潛艦 如果呢 在接收其他友艦的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那當然就可以不那個形成一個 很好的水下作戰的一個狀況圖 那當他獲得一個水下作戰狀況圖之後呢 他就可以馬上派遣直升機 究竟去獵殺敵對這個潛艦 那另外你看 那個日向一式 他的二號艦 那一式號呢 跟那個日向號 基本上來講 他們是同一個藍圖 那個所設計出來建造的 那當然現在最新的 初雲號跟加賀號 初雲號我們剛剛跟他講 那個他跟加賀號相比 他的大小 那個大了大概四分之一 所以你看 他的這個直升機 基本上可以讓五架同時起樣 而且他的艦型 跟加賀號 跟日向號相比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全通飛行甲板 基本上比日向級要更為完整 也就是更像一艘 可以做那個直升機 航空母艦的一個艦型 那但是呢 目前為止就我們了解 他的這個甲板 並沒有特別的加重加厚 所以如果說要起降 像F-35那樣的戰機的話 基本上如果未來 日本海上支揮隊 要操作F-35B戰機 那個初雲跟加賀號的 飛行甲板 還是需要經過一次 還不夠 經過一次重新的一個翻修 以及這個強化 我們講到 就是日本的這個 直升機護衛艦 這個初雲級跟加賀級 他們取這兩個名字 其實對於大陸來講 是蠻條綱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二戰時候的這個加賀級戰艦 其實也就是日本當時 對華戰爭的 主要的一個航空母艦 當然這個航空母艦 講起來 就是也是 孩子沒娘說來話長 他原本的建造的時候 是巡洋戰艦 那個加賀級 是一艘巡洋戰艦 1920年 21年起攻的 起攻建造的時候 他跟另外一艘 那個土佐號 那個兩艘是日本 那個當時帝國海軍的 兩艘新造的巡洋戰艦 其實不止這兩艘 另外還有赤城跟天城 一共有四艘 新造這個巡洋戰艦 都已經開工了 開始建造了 但是結果造到 開工建造後沒多久 當時呢 那個美國 就把這個世界幾個 主要的海上 這個國家艦找來了 美國啦 日本啦 英國啦 義大利啦 等等這些國家找來 是說現在大家 這個軍艦造太多了 那會影響世界和平 那所以呢 就來一個華盛頓 採軍協定 那當時呢 日本在被那個 那個主力艦的這個數量 就被限制了 就五比五比三 就是美國跟英國 可以擁有五艘那個主力艦 你只能三艘 你只能三艘 那既然日本當時 鼻子摸摸牽了 這個條約以後呢 那當然他現有的 這個戰艦數量相比以後呢 那他新造這四艘巡洋戰艦 就通通不能造了 因為已經超過那個 華盛頓 採軍協定的這個數量了 其實一開始加上 並沒有要改裝成 那個航空母艦 因為當時來說 他們是決定 就是說那個刺程 刺程號 就是天成級的天成號 跟刺程號 比較適合改裝 所以他們就決定 改裝這兩艘 但是呢 改裝到 那個一開始改裝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我們剛剛講到 嘉賀號跟他的姐妹艦 突左號 本來拿去當這個 那個靶劍 為什麼呢 要測試 魚雷啊火炮啊 等等這些 被安打了 把它轟沉掉了 結果呢 東京 不是在1923年 有時候發生了 很嚴重的一個 關東大地震 關東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正在 那個船 那個就是 船屋中 進行改造的 這個天成號 航空母艦 對不對 被震下船台 然後你知道 這個船那麼大 那麼重 震下來 那不是船就震壞了嗎 地震的關係 船震壞了 對 龍骨就彎了嘛 所以那條船就不能要了 那最後怎麼辦呢 就決定把當時 因為這兩條船 嘉賀號跟天成號 要拉去當這個靶劍打掉 所以 他們就在海上 所以那時候 因為這樣就少了一艘 那後來就決定 就把嘉賀號 拉回去改成航空母艦 剛照出來 這個嘉賀號也很好玩 如果你們有看過 宇宙戰艦的話 對不對 就知道 這個地球防衛軍 曾經在這個 在第二段的時候 就是第二次的 這個故事組的時候 地球防衛軍 他們有一種 那個航空母艦 叫三段空母 這個三段空母的 這個概念 其實也就來自於 一開始 那個改裝完的 這個嘉賀號航空母艦 當時嘉賀號 跟赤神號改裝完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 飛行甲板是三層 最上面一層 你可以看到 這邊他們是當作 降落用的甲板 上面是飛行甲板 專門作為降落的甲板 因為降落你要滑行的 那個路径比較長 然後起飛呢 戰鬥機啊 就艦攻艦爆啊 等等這些飛機 要從最下層的飛行甲板 讓它從這個地方起飛 因為當年的航空母艦 它在那個航 要放飛機的時候 它會頂著風 然後呢 用全速前進 讓風速加上航速 加起來 對於飛機的相對速度來講 還沒起飛 大概就有快50節這個速度 那對於當時的 螺旋槳飛機來講 50節這個速度 再滑行一小段 它就可以飄起來了 所以你看 然後中間呢 是它其實還保有這個艦炮 然後呢 讓一些比較輕型的飛機 從中間這樣起飛 然後呢 上面就專門作為降落 但後來用一用 發現這樣實在是很不好用 因為你要一個飛行甲板 被拆成三段 其實真的很不好用 後來呢 日本 他們就決定 再把這個整個航空母艦 改造成 我們看到最後 它當時 1937年來中國 來中國作戰的時候的樣子 那後來當然在1937年的時候 當時整個813戰役 其實主要的海上的這個航空母艦 就是由加賀號擔任 當然加賀號最後是怎樣 他還參加過 這個偷襲珍珠港 對在丹觀灣 跟其他幾艘船 這個六艘航空母艦一起去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 加賀號為什麼 就是說跟其他日本航空母艦 船名不一樣 其他那次集合的這個六艘航空母艦 赤城加賀 然後蒼龍飛龍 翔赫瑞赫 你會發現後面四艘船 好像都是跟瘦的名字有關 所以其實當年日本的這個 軍艦的命名的原則是 航空母艦要用翔瘦 就是那種那個 翔師憲瑞 那種就是能帶來好運的 那種翔瘦的那個名字 但是因為赤城跟加賀 他們當時在起工建造的時候 是巡洋戰艦 所以呢他們後來就 這個雖然改成航空母艦 但是巡洋戰艦這個名字沒有改掉 就用日本那個戰國時期的這個國名 後來呢一直等到1942年6月 去偷那個打要打那個中途島戰役的時候 那當時那個日本 他們其實對中途島已經發動了一批攻擊了 然後呢 當時他們準備在發動第二波攻擊 在籌籌不定 到底是因為一直找不到美國的航空母艦 所以他們就認為可能沒有找那個 沒有美國航空母艦在附近 但是當時指揮官認為附近一定有 所以在那個飛機上的武器的這個搭載的時候 一直在做這個那個 本來要準備對中途島發動第二次的這個 路上轟炸的時候 這個這個時候 原本有一架這個偵察機 延遲出發的偵察機 終於回覆說 他們找到了美軍三艘航空母艦 所以這時候日本人就緊張了 所以就趕快把這些彈藥 要從攻擊地面的 攻擊路上設施的這些炸彈 要換成對那個航空母艦攻擊用的魚雷 結果就在這個轉換之間 美軍的這個輔送轟炸機來了 然後看到當時的這個四艘的日本航空母艦 就由這個輔送轟炸機衝下去 然後當時那個加賀號 遭到那個美軍的這個轟炸機 命中四枚一千磅的炸彈 然後全艦陷入一片火海 最後八針爆炸斷成兩劫沉沒到海裡去 這就是當時第一代的 之前的這個加賀號 他的這個一個歷史 所以加賀這個名字 其實嚴格來講挺帶賽的